你说一句啊 你是犯了一个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叫做什么呢 就是我总是爱用你不爱的方式来爱你 你看看 天下90%女生都爱买房子 对吧 你买房子高兴了不得了 是不是 这是你的想法 但是他不爱 懂了吧 那接下来呢 你要带着他一起出去玩是遛车 他不爱 你能不能问问他 说你是想看电影啊 还是想吃顿好饭啊 还是说我陪你散散步啊 你有想过他爱什么吗 包括他跟家里人吵架 他的心里难不难受我问你 难受 而你那时候在乎他的心情了吗 他喜欢什么 他不喜欢什么 他爱什么 他不爱什么 你从来不考虑是不是 你考虑都是我用我爱的方式来爱你 你想一想他爱什么 比如说他爱做模特 你不要像个排斥一样抱着腿 那是他最怕的没面子 是不是 我的男人怎么是个窝囊废呢 对不对 你那时候陪着他去 我甚至帮你找找 什么化妆画得最好 怎么拍的角度最好 是不是 我去研究研究摄影的书 我比那个摄影师还能指导两句呢 对不对 那是他爱的方式 理解了吗 那你真正用他爱的方式 慢慢去爱他的时候 他就会为你所爱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